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一些密集保湿 修复 镇静的一些肌肉的效果吧 好 那我们就非常不多说 赶紧开始 今天内容 好 今天第一支面膜呢就是这支Farmacy家的蜂蜜保湿面膜 那这面膜呢 首先大家看到它的包装就很像一个真正的那种蜂蜜罐头 它的盖子呢是一种木质的盖子 然后瓶身呢是一个很有分量那种玻璃的瓶身 所以拿来手里它的质感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设计上它配了一个小的这种挖勺 然后本身呢它的挖勺和它的瓶盖子里是可以通过磁铁 这样吸住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贴心的 那这罐面膜它本身的质地是那种特别厚重 特别绵密的 然后味道闻起来呢也很像那种真正的蜂蜜的味道 所以这罐呢无论是从它的外形包装 还是它的质地 它的味道 就真的很像一罐真正的蜂蜜 那这罐里面的成分呢我看了一下 基本都是一些天然植物萃取 还有蜂蜜的成分 那上脸之后呢质地是那种非常绵密 非常柔软的 然后上脸之后呢轻轻按摩一下 它本身里面这种黄色的膏体 然后吸附在你的脸上 那敷差不多20分钟之后起掉 你会发现皮肤的保湿度还有光泽度 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所以它主要就是一个密集保湿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就很适合干皮来用 像我的话就B1周围偶尔会出现那种干燥或者起皮的情况 基本上用完它一两次之后 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不见 所以这罐呢我觉得它总的来说是一罐比较适合干皮的面膜了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就体现在密集的保湿 还有轻微的提亮肤色上 那至于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去红 镇静或者修复的效果 那它就不是这样的明显了 好 接下来这个呢是奥伦纳素家的这个水疗冰白面膜 那这个面膜呢应该算是我的真爱面膜了 就差不多已经用了有好几年的时间吧 就一直不断的在回购 这个面膜呢它里面的包装是两个分开的 这个呢是液体 然后这个呢是那种干的面膜粉 然后在用的时候呢每次需要把它们两个混在一起 然后搅匀成那种糊状 然后趁它没有干之前呢迅速的涂在脸上 然后等差不多15到20分钟之后呢 就会慢慢的干掉 然后变成那种可以剥落的那种胶体的质地 那敷完之后呢就发现整个皮肤的一个细腻程度 保湿程度还有整体的肤色吧 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然后整个皮肤呢会变成那种非常棒的水油平衡 不油不干的状态 那皮肤摸起来就有点像那种刚不完壳的鸡蛋 那种冰冰凉凉凉 但是触感的非常细腻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而且有的时候呢如果皮肤是有那种轻微的过敏 泛红或者是那种刚挤完痘痘留下来那种小的伤口 那基本上用完它之后呢 能感受到皮肤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种修复和改善的效果 所以这个面膜我整体用下来说 它用起来确实是非常麻烦之外 它整体的效果就温暖沙的保湿 急救 去红 镇静的一个效果吧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这种急救类型的面膜吧 非常的喜欢 好 接下来这个呢是Firce Beauty家的 叫Five In One Bouncing Mask 应该叫弹力保湿修复面膜 那这个面膜它本身的质地呢是那种浅黄色的 很Q弹的 因为类似于那种果冻的质地 上脸之后呢也是那种特别清凉 这种冰冰亮亮的这样的一个触感吧 然后味道呢也是那种特别清新 特别舒服的那种淡淡的花果的味道 所以整体的使用感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这面它主要的成分呢我看了一下 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天然植物精华的成分 另外呢还有一些神经纤 那上脸之后主要的效果呢 就针对于皮肤的角质层 因为缺水引起了一些暗淡无光 或者皮肤有一些暗沉的情况 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那另外呢如果皮肤有一些过敏泛红 或者是一些局部痘痘留下来的小的伤口 那它呢也能够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镇静和修复的效果 所以这款我用起来呢 就它总经常算是一个 非常适合夏天来用的面膜了 就无论是它的质地 它的味道 还是说上脸之后那种冰冰亮亮的触感 都是非常适合夏天来用的 而且它的保湿镇静 还有去红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它价钱也是那种比较便宜的 所以呢就除了它上脸之后 稍微有点难洗之外 我觉得这罐综合下来 算是一罐性价比非常高的面膜了 非常的喜欢 好 接下来这个呢 是Battery家的这个 玫瑰保湿紧致面膜 那这个面膜呢 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一些玫瑰精华的成分 它里面的玫瑰的香气是非常的重的 就上脸之后整体的使用感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比较厚重的乳膏的质地 上脸之后呢 差不多厚敷二三十分钟之后洗掉 然后整个皮肤呢 会变得非常的柔软细腻 然后呢 要有一定的缩毛孔的效果 整体的气色呢 看起来也会更加的光泽 气色变得更加的好了 那这个面膜呢 其实也可以当做睡眠面膜来用 之前呢 我是当做睡眠面膜用了一段时间 但后来呢 发现它稍微有点容易粘枕头 所以呢 现在我主要还是把它当做一个 涂抹性的面膜来用 那这个面膜呢 我觉得它整体的效果 就是一个密集滋润和保湿的效果 非常的棒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那种比较多的 玫瑰保湿精华的成分嘛 再有呢 就是它对于毛孔有一定的俗小的效果 就整体皮肤的细腻程度 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那另外呢 就是它虽然介绍说 是有一定的提拉和紧致的效果 但这点其实我是没有太感觉到的 因为说句实话吧 我觉得所有的面膜 就是你靠涂抹 能够得到一个提拉 或者是紧致的效果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呢 我想说就是它对于皮肤的一个干纹 或者是细纹的改善效果 非常的柔软细滑 我觉得这点上 它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这块面膜呢 我总来说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这也是我回购的第二支了 之后呢 应该会继续回购的 好 下面一个面膜呢 就是这个费洛加的十全大博面膜 那这个面膜呢 可能很多学都已经熟知了 因为它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面膜吧 那这个呢 我其实之前也已经用过 然后这个呢 是我最近才刚刚回购的 差不多已经用了有一大半了吧 那这个面膜 它本身的质地呢 又类似那种乳霜的质地 上脸之后呢 是比较的好涂开的 然后味道呢 是那种比较浓的香味 但是呢 也算是好闻吧 所以它整体的使用感 还是比较的不错的 那这个面膜 它名字叫十全大博面膜嘛 所以它用下来 各方面的表现 都还算是挺不错吧 就是一个保湿 滋润 修复 还有对毛孔呢 也有一定的改善的效果 那我自己用下来呢 觉得它最明显的一个作用 就是对皮肤有一个 非常及时的体谅和美白的效果 那尤其是在 如果熬完夜 或者是整体状况不太好 或者是皮肤有一些 暗淡无光的时候用它 这个效果是会更加的明显的 但是呢 这个美白和体谅肤色的作用 就是一个及时的效果吧 就不能够维持非常久的时间 就基本上一两天左右 皮肤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呢 我觉得这外面膜综合下来 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棒的 就各方面的表现 都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觉得如果坚持用它 就整个皮肤的状况 是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改善的 之后呢 我也会一直回购 好 今天最后一个呢 就是面膜 它的牌子呢 叫Dermalogica 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药妆品牌吧 那这个面膜呢 它叫多维面膜 应该算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 其实几年前我就已经用过 当然觉得比较的不错吧 那最近呢 就很想再试一下 所以呢 就回购了一支 那这个面膜 它本身的效果呢 有点类似于 刚刚那支 菲洛加的石圈大补面膜 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效果 就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吧 就是一个保湿 镇静 修复 还有一定的提亮肤色的效果 都是比较不错的 那我呢 一般是会早晚夜之后 或者是周末的早上来用它 那用完它之后呢 整个皮肤的安淡无光 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情况 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改善 另外呢 皮肤的滋润度 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这样的话 回去的上妆 会变得比较的服贴一些 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浅黄色的 比较厚重的乳膏的质地 也是比较的滋润的 然后味道呢 说句实话 我不是非常的喜欢 就有一点那种药味吧 但是呢 也属于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就可能有些同学会喜欢这个味道 综合下来呢 我觉得这支面膜 也算是一个极有类型的产品吧 就它整体的性价比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跟刚刚费罗加那支相比起来呢 它的保湿度和滋润度 是要更好一些的 但是呢 它及时的提亮 还有美白的效果 就会稍微欠缺一些了 好 那以上就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认为大家喜欢 那我还照关联 把我今天视频当中提到的 所有产品的信息 都打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当中 给大家做参考 那另外呢 我也会整理成一篇图文版的文章 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